好,各位同學,不知道剛才會否早上進來 本來想聽心理學先的東西 不好意思,因為我們之前有些會議還在進行 我跳了出來和大家分享 謝謝Susan,很精彩的分享關於社交政策 如果對於社福界別有興趣的同學 記得像Susan那樣說 盡快說,社交政策很搶手 因為現在社會政策是整個香港很重要的一個題目 大家都明白 如果你對社會的政策有興趣 我猜你對心理學也有興趣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有興趣去報復Psychology 有沒有也好,我鼓勵你聽聽 掌知識,了解一下究竟現在發生什麼事 你在畫面那裡見到右上方 就是我們早兩屆畢業的同學 左下角就是我們十年前已經存在的畢業生 每一年的畢業生都很愛這個program 他們去到不同的地方 疫情之前去到台南 玩滴滴金 那些煙花在空中寫HKBU Psychology 我今天都穿HKBU件衣服 我想跟大家分享這個program的特色 話說在2006年其實就是剛剛醞釀感這個獨一無二 在香港浸會大學裡面的叫top up 含折課程 就算今天也好 你看到可能最開始有心理學課程的大學 是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 去到現在差不多每間院校都有了 但是所謂含折課程呢 就是2006年的時候 有一批學者在香港、加拿大、澳洲、美國都有 他們在想剛剛有副學士 一直都有high diploma 香港這麼多這些有心的年輕人 但他們好像欠一個機會、欠一個公運 在香港要讀到政府資助的 我們叫UGC 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等等 是不容易 但是如果我們在副學士或high diploma 繼續讀上去 怎樣才有多些機會呢 在這樣的框架下 他們籌劃了這個獨一無二的 就是每大學叫top up degree的系統 到現在也是的 就算你看到譬如說我們講樹 在講不同的大學 它有自知的課程 但都不是獨一無二 給AED和high diploma的學生 那個課程的設計是很不同的 我們是很講求兩樣東西要平衡 學術上的能力 以及我們所謂的expiritual learning 體驗式的學習 如果你對心理或是對輔導有興趣 你一定會見過這些設定 但我們做得很漂亮的 譬如畫面的右上方 我們經常講笑 是現在家師全力贊助的一個輔導室 進去那些同學很自然就會分享心事 將它裏面的東西去講出來 我們有輔導員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幫他們了解自己個人成長 很著重科技研究 你看到畫面的左邊 一些大腦皮層量度電流的技術 幫我們了解一個人究竟是緊張放鬆 說真話說謊話等等 下面是一個我們叫單鏡反光玻璃的觀察實驗室 你看到畫面那兩個人其實是我和我太太 都在裝模作樣去做實驗 但現實的情況 當同學來到都是很歡迎大家 在那裏邀請家長小朋友 去玩不同的玩具 不同的小組互動 而那邊的小組同學可以觀察 可以播放不同的音樂 看看究竟我們的學生 或者我們的同學 甚至乎成人 他面對不同的環境刺激 有什麼反應 我們很著重剛才說學術 和體驗式的學習 所以就算一些比較 hardcore 比較可能一些人覺得悶一點 或者深一點的科目 我們都有辦法令他們變得很有趣味 例如一科叫biological psychology 看看腦子如何研究如何運作 如何去不同應對的過程 我們不是只讀書 我們真是有好好的同事 幫我們在香港九龍新界 搜羅最新鮮的豬腦 業製之後成為一塊母血 好像黎家那樣的一個模特兒 你見同學玩得很開心 而在那個娛樂學習一體的過程裡面 經常都剛好是在中秋節 他們就會拿一些大班冰皮月餅的刀 回來切開它去研究一下 究竟腦子是怎樣的 人腦和豬腦 經常說人頭豬腦是一樣的 還是不一樣的 有什麼共同的地方 如何去明白人的大腦運作 除了講一個個人的成長 這一科很特別 我們有一科叫basic learning 即是叫基本學習 讓我誇大一點這樣講 因為我也有去體驗 亞洲不同大學的狀況 現在全亞洲應該只有三間大學 還有這個堅持 叫做應用式的學習 如果你在香港大學中文大學 我在那些系統大學 都是很好的大學 但他們如果學這些 基本學習的程式 就是這樣按鍵 即是打機 像pocket mode一樣 按到有反應 我們是禮針的 我們會在中大實驗室 去衍生了一堆 老鼠乾淨的 衛生的 符合疫情的要求 然後同學就會開始 作個別的學習 你看到那些女同學 就是這樣拍攝照片 很高興 男生通常會穿保護衣 現在當然每個人都要戴口罩 去做一些訓練 講了很多形容 我們說著重體驗的學習 我都很希望大家 有一個體驗的經歷 接下來我會播一條片段 就是在這個學習過程裡面 你會見到老鼠是很聰明 而同學生是訓練得很好 一開始你會見到 老鼠是會分辨顏色的 藍色、黃色認到那條軌跡 接著將身體捲開一條獨木橋 下底是做鋒利的牙針 發覺是很聰明 下部頭會慢慢做 慢慢下去的過程 不好意思 我想弄小聲一點 我怕太爆了 你會見到它走下去之後 它會再開始落樓梯 而進去另一條軌道 老鼠是很數目的 推過乒乓球一次 兩次 三次 那一條門都不會打開 它腦裡面有記憶 數到七次的時候 那條乒乓球的軌道就會打開 而老鼠就在那條路 一步一步 去找到最後的任務 這個很精彩 老鼠可以學習到人的腳 後腿跟腳一樣 支撐自己的身體 雙手人一樣 拔掉整 樓梯由第一樓 重鑽 第一樓 第一樓 座二樓 這隻老鼠 我可以享用到 喜歡的頂號牌 花生粗落狀 給大家一些片段 我們很著重體驗式學習 由班房裡面 實驗室的經歷 甚至乎去到戶外 疫情關係未必那麼容易做到 但我們跟香港不同的狗隻訓練的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YouTube的KOL 有幾個KOL 很出名 經常都會去家裡 幫人訓練那些 大狗 不同的獵犬 什麼的狗 都會訓練到 我們跟牠們都有聯繫 他們在香港認受性高的動物訓練師 我們會跟牠們有不同的合作 你會問Terence 其實我來學人的心理學 你怎麼搞這麼多動物的東西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觀察到 上面就是我們的同學 我問准牠先的 如果你來讀書 我不會不問你把照片放在網上 牠們說OK的 你有沒有留意到上面那班同學的樣子 姿勢 expression 還有下面那些動物 有什麼共同的地方呢 望遠一點 可能會留意到 那個Facial 那個表情 那個助肢 不是專程的 但我們在旁邊的同學觀察 當人狗互相共處了 大概20分鐘左右 其實彼此都會學習對方的動作 這幾年香港發生各種情況 其實我們看到人模仿 或各種行為 受環境的影響是好心軟弱 而我們在很多的過程中 會反映到這種人和人之間的互動 我們有很好的團隊 除了我之外 我們有六位Full Time的同事 我們的計劃 我們很驚訝的是 我們的同事 有入無出 即日一來到 我們過去十幾年 都是這班同事 他們是無論教育 臨床 大陸研究 或者一些文化 不同的心理學 都是我們界別的領袖 亦都有很好的業界的關係 譬如左邊 一位叫尋少禮博士 Dr. Joey Chan 如果你現在用手機 去看看巴士幾點 去到你那個巴士站 那類的APP 其實是他開發研究之後 賣了給香港不同的巴士公司 或者你用Google 印一張相片 沒有文字 只是看相片 可以印到不同國家的言語 他是做那類的人工智能開發的 他會幫我們教一些 Consumer Psychology 即從一個商業角度 應用心理學 畫面的右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認識 一個香港比較有名的機構 叫特破 即如果你看過那個火柴人的公仔 那是一位很好的醫生 在香港叫蔡依 蔡依其中一個兒子 都是一個很出名的臨床心理學家 叫Jonathan Jonathan 也是我自己好的朋友 我們業界一個 他有整棟的咖啡訓練學校 他都有咖啡師 我們在各個業界 臨床應用商業 都是將心理學 發揮得很臨尼盡致 而我們希望我們的畢業生 都可以學到我們不同業界的領袖 那些特質 在社會不同的行業裡面 帶來影響力 剛才我講過的 我們的課程 除了很著重體驗式的學習 都很著重學術的研究 讓我誇後一點講一句 因為我自己都在不同的大學 工作和成長 每一間大學有它獨特的地方 但就每大學的心理學課程 如果你讀完之後 你讀了的心理學學科 是多於大部分的院校 因為你很著重專科專教 在不同的心理學的認受 大概兩年 在year 3 去到year 4 intake的過程裡面 你會讀了二十幾科心理學 而特別有兩科 我想去描述的 第一科是我們的 Honors Project 畢業論文 你會覺得 Terence 更加大學 也有畢業論文 我們的畢業論文 是很想幫助你 去符合到澳洲 和英國的升學需要 那個字數 或者設計的內容 由最基本的9000字 慢慢幫同學 去發展論文 實驗的時候 我們不少同學 去到外國升學 是無逢銜接的 當然不容易 我剛才說過 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我們都有很嚴謹的 Honors Project Supervision 我們一對一的方法 每位老師 每個星期見每位同學 幫助他在學術上去到水平 第二個藍色 你見到highlight 就是我們的 Practicum Internship 實習的課童 實習的課童 都很重要的 就算疫情期間 網上現場互動 我們有大概50間機構 NGO不同的界別 學校特殊教育 跟我們的課程 有很好的關係 中間很多的領袖 甚至乎特殊校的校長 中學校長 其實都是如果你們讀書 是師兄師姐 他們會幫你們 去發展業界的技巧 而很感謝 我們很感恩 差不多每一年 我們這些實習的同學 都會被那個機構 或者學校聘請他們在工作 這兩個部分 是幫助我們 不單是讀得好 也做得好 每一年 我們的畢業生 浸會大學 是很關心的 有幾多人 會拿到哪個級別的榮譽 是每一個program 都一樣 但我們都很感謝 我們很開心 我們的同學 有很多一級榮譽 second up 可能覺得我讀書不厲害 正正因為你讀書不厲害 你來到我們中間 我們有一個信念 一個moto 我自己都是那句 我在香港大學成長 香港大學的同學是很厲害的 但容許我這樣比喻 我們叫平入平出 本身進來很厲害 出去那一刻都很厲害 我們的同學可能 在公開時有一點失手 但在這個level入 我們兩年裏 我們幫他的進步很大的時候 他在不同的界別 都會做得很好 例如我們剛才說過 無論是一些臨床 輔導 寫功力的畫面 特殊教育 香港有很大的需要 在畫面的左下角 special education specialist 或者是做幼教 中學 小學的教師 現在其實很好玩的 特別呢 我怎樣去形容呢 香港很多教師流失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機遇 給我們的年輕人 在教育裡面發揮那個影響力 左上方的postgraduate diploma 或者再讀不同的心理學的發展 我們都有很多同學 在畫面的右邊 紫色的部分 是從事研究的工作 我們最 proud of the other 地方 就是雖然我們大部分同學 都是副學士 或者high diploma 但是甚至乎 在這十幾年以來 我們有十至二十位同學 已經在完成 或者在讀PhD 有些已經成為 甚至是中文大學的教授 或者剛剛有個叫 都會大學 公大學的教授 我們不同的院校的老師 都有我們的畢業生 所以來到 無論你開台怎樣 我們都有信心 幫助你在學術和業界的應用裏面 去達至一個專業的水平 香港現在很多的年輕人都會關注 在香港發展我們很鼓勵 不是呀 Terence 我也是想外國發展 我剛才說過那個重點 我們那個課程的設計應修性 無論你去到澳洲 英國 甚至美國升學 都是行不接到的 所有國家都是 他不會說 因為你讀香港大學 讀政部大學 他就馬上修理 他是case by case 讀了什麼科 但正如我剛才所說 因為我們的同學 讀了很多心理學的學科 所以全部都去到不同的地方 可以繼續去追他們的夢 發展他們的專業 你大概可以感受到 我們的課程的重點 不是死讀書 我們固然很想大家讀得好 但我們都很希望大家 那個過程是有一個很開心 很難忘 兩年的學習的經歷 大學的時間 那些同學 你見他們玩得很高興 如果不是有疫情的話 大量的ball games 其實不知為何讀心理學 經純小的同學 運動很厲害 在不同的籃球比賽 不同的球女比賽 經純得獎 女同學沒有東西做 塞個球到Jersey 但其實很開心 一起有不同的經歷成長 很著重我們跨代的關係 我們由2006年第一屆到現在 應該有15屆畢業生 你來到可能第17屆的同學 由第一屆到現在最新的同學 關係很緊構 無論是冬天、冬至盤賽宴 如果沒有疫情 我相信Conney都記得 在五樓我們會放盤賽宴 他們會回來很開心 農曆新年 這不是對那年 我沒有違反限聚力 但我們這些同學關係很好 他們都有來拜年 或者我們會聚集 其實這是我家的相片 最誇張的是 30、50個同學一起拜年 都是很想認識師兄師姐 師弟師妹 我們明白 識字很緊要 識人都很緊要 所以很想幫大家聯繫 認識到不同界別的專長 一起在香港 帶來那個影響力 可以上裝 我現在穿這件衣服 HJVU 都是大約三四年前 這畢業生設計 他們參考了 Sara Gale 不同的設計 他們很喜歡做一些衣服 去幫大家可以 一邊讀書 一邊享受 整個大學的生活 在每一年的學期尾 學期頭 那些師兄師姐很喜歡 請師弟妹吃飯 派經過利是 有些真的付錢 我都不太明白為什麼 有些裡面 就有些祝福的話 這個文化 不單止讀書 所以個人成長 群體成長 是我們很著重 很著重的一部分 現在都不是很輕鬧 但你看過One Piece 你就知道我想說什麼 這個社會 不是只有我們一個 我們需要一起 一家大過兒 帶來那個影響力 你的個人career 你需要有一個好的大學系統 讀得好 玩得好 好的成長 而我們很相信讀書 不是只是分數 真的 是一個personal growth 好希望你來到我們中間的時候 是幫助你全人發展 應該是浸會大學的一個口號 而如果你來到的時候 你會發覺這兩年 你的成長是超乎你所想所救 讓我最後講多一句 雖然現在在疫情關係 未必那麼方便 但是我們有很好的 BU網上報名的系統 你有興趣讀這科 真的不是賣花棧花香 你早些報好些 因為我們那個interview的過程 是一絲絲的applicants 我們去到某個數目 就會in了它 如果早些報名 甚至乎成績差些 都會有機會進入的可能 是大很多的 那你問我多少分呢 我回答不了你的 不然我們可能可以談 通常我們真的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 以及各一屆同學的分數 如果你有興趣 這個心理學課程 或者social policy 盡快報名 希望幫到大家 一起在未來這個時候 經歷個人 或者學術上 應用上的成長